说明警长这部剧太让人上头了 儿子刚被枪杀 妻子还在急救中 警长老爸就把惊魂未定的女儿放在酒店 跑去酒吧喝酒 也因为这口老酒 他的黑暗人格慢慢浮出水面 醒酒后的杰克意识到 他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那就是吞下那口老酒后 他将不再是杰克 而是托尼 左耳的事他忘了 他面前的印第安女人可以确定 他闯入了拘留地 印第安人最后一片家园 这也就是上一集 为什么杰克会满脚鲜血的回到酒店 因为他把鞋弄丢了 但很快他发现 这酒店的卫生间里还有个后门 直通外面 女儿左思很可能是从这里出去的 于是杰克来到医院 但女儿不在 他也没和妻子说 随后女警官把他遗落在酒吧的手机送来 里面全是女儿发来的信息 问他究竟在哪里 原来左耳女儿在他走后 查看了保险规里的酒 第六感告诉他老爸去了酒吧 看来变成托尼的事 女儿多少知道一点 于是他从后门偷偷溜出去 打算走小路去找他 但突然一个人影闪过 而公路上正好一辆车经过 上车后他给老爸发信息不回 打电话关机 可男人一直盯着他粉色包包看个不停 原来他就是北流石油公司宿舍里的那个俊俏小生 来到酒吧 老爸果然在喝酒 左思气冲冲离开酒吧 可小生一直在等候着他 看着小生这么有诚意 便坐下来了起了人生 可小生又一次看向粉色包包 并要求送左思回家 但刚经历了弟弟被杀 老妈还在医院急救 他只想出去散心 于是两人再次上车 可另一辆车紧随他们而去 车上小生不断安慰左思 还给他讲了一个跟后面剧情 紧密相关的故事 可这段话里小生没提他父亲半个字 好像从未拥有过父亲一样 说话间两人穿过大桥闯入居留地 逛了整整一夜 直到早上他们坐在大巴最高处向下俯瞰 正当左思站起来想结束生命时 小生故意把包推了下去 另一边杰克想去居留地寻找女儿下落 却遭到印第安人阻拦 还把左耳的女人带了出来 and by what authority did you enter a reserve a few hours ago unfit for duty yet carrying a lethal weapon just trowna find my daughter take your gun and turn back 但女警官是酋长的女儿 杰克还有一线希望 而另一边 佐斯的包飘到了下游 小生正用石头击打着什么 飞溅出来的番茄酱 让我有一丝不祥的预感 小生究竟是谁 佐斯的包里又装了什么东西 而杰克还能不能再见到女儿